星古無雙 一個以輕鬆遊戲術語 帶出嚴謹投資態度 以不同心法為你判斷何時是拆武器 訂裝備的一小時財經節目 主持人省Sir現身說法 為你部署入市時機 深入淺出答問題 包你有數 Hello 大家好 來到星期五的聖孤無雙時段 有Vera美女和我們做節目 待會我們最後的環節 最重要是有更多問題 今天Vera 你開始了 我帶招呼 Vera也很忙 所以有機會來幫忙我們 我也很開心 不是 不是 前幾天病了 我們馬上看看恒子的表現 恒子是261 22 跌近402點 成交去到499億左右 其實看到成交 近來也很麻煩 是的 為甚麼呢 無論是升也好 跌也好 成交也是不配合的 是 反過來 成交不配合 我們先談談市場 市場來說 今天之前 先看看圖 今天之前的過去三天 是猜不到這張圖 升了1050多點 即是由25517 抽到上去26582 升了過千點 今天來說 如果由高位跌回0.5 即是調整50%的話 今天其實應該會跌500點 反過來現在是說400多點 已經算是客氣了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你要升了才會跌 還有 今早的文章也跟大家看過 就是補裂口的 究竟是 為甚麼補裂口呢 我們就 在技術圖上看到 其實已經有兩大裂口 一個 兩個 大家不太跟隨我的 未必知道我想說甚麼 但是跟隨我就知道了 我認為裂口理論 就是由於 是說不及防 出現了一些新的消息 所以他就裂口高開 但裂口高開之後 他往往是喜歡補裂口的 為甚麼呢 裂口對他來說是有意義的 第一 他可以 給到 將當時錯過了這個聲勢的人 還有機會進去 就變成了有些新血進來 大家如果在戰場上 歷史戰爭裏面看到 如果有一些戰線過場 即是 糧草先行的 通常 譬如大軍未至 就要準備好的糧草 譬如一些軍人都要吃東西 雖然在野火上做的事 通常都要開飯 所以如果戰線拉得太長 他隨時的後勤 補給是不夠的 所以在戰役裏面 在旗子 股票的戰役 都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說 如果他不斷地升級的時候 他用裂口去營造一些高位 他去補回裂口 他只是沒有補給 即是戰線拉得太長 他自己隨時會坐艇 因為抽得太高 個個都沽了貨 他就接了整支貨 但反過來 他用裂口向下補 令到很多人覺得 都不差 我當時錯過了 不如現在進 這些新血入場 所以裂口向上升 就會向下補 就是這樣的理論 是一個裂口的理論 但在新聞上 就會真的有一些消息 配合裂口補 在什麼情況呢 就是 我講中國最新的經濟數據 就是很差的 剛才今天出了一個新聞 沒錯 經濟數據 如果方便找到出來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經濟數據 不然我也可以在這裡做 我正在拿出來的 其實也不是很差 但微到預期 是否可以這樣說 你見到 還有人民幣也跌了 人民幣又跌了200點 是的 我們先分享人民幣 超過200點 還有人預計說年底前會再維持一個波動 也有一個波動 正正是由於經濟下行 因為經濟數據裏面 是顯示到經濟下行的時候 人民幣就更加沒有升值的空間 很多人就趁這個時候計算了 還有大家也知道 是連結在做 人民幣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那這樣的一定需求 也會漸漸 可想而知 經濟數據是多差了 是的 經濟數據方面 就是中國的11月規模以上的 工業增加值不如預期 本身的预期是5.9% 但现在是同比增加了5.4% 差了0.5% 很明显的 本身经济下行是一个问题 然后有中美贸易的谈判 五时花六时变日好 如何都不理会中国经济 很多人就下纲 我们说很多问题的时候 也不能提一提 上次Vera和你见面之后 也出现了一个大事 华为事件 所以也要说一下华为事件 我们立刻说回华为 图表看完就说回事件 华为是旧民 但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新的情况就是 华为的太子女 孟晚舟 其实是一个CFO 大家也记得 是一个财政局 又不是一个技术人员 你扣留他 所谓何事 对美国或加拿大有什么作用 可能扣不到技术人员才扣他 这是其中一 因为技术人员没有过境 是 孟晚舟是经加拿大 来回墨西哥 其实他已经被寄 他可能都没有想过 竟然在加拿大都被人扣 其实他没有想过 其实他觉得是有点疏忽的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 大家有个互相引渡的 因为加拿大都没有死刑 譬如一个死囚 他犯了一些谋杀案 或是涉嫌犯 他在美国捕捉 很多时候都想引渡回加拿大 因为不用死 起码要终身监禁 但现在反过来 孟晚舟事件 就说加拿大不引渡 他的理由在哪里 就是因为加拿大听了美国说 就扣留这个华为的CFO 华为这个CFO 首先就是过境 他坐机转去墨西哥的时候 被抓了 但是这个不明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罪名 在加拿大他没有犯任何罪名 他引渡 引渡就已经要用这个 叫做听证会 因为他要保释 大家最后知道 保释了出来 用了成千万的加金 才可以保释 在家里带着这个脚尿 晚上10点至6点 是不准离开的 这个也是因为科技发达 才可以在家里受刑 但是问题在这里 华为方面究竟做了什么问题 没人知道 但是根据新闻说 就是说匯丰曾经 是其中之一涉嫌举报 举报 举报他什么呢 因为汇控被人罚了钱 大家都记得 我们之前也讨过 十几年 被人罚了钱的时候 当时已经被美国派人进去 他罚了什么呢 就是说他没有用尽一切的方式 去防止洗黑钱 有人去洗黑钱 他举证出来 人家的官都判 其实你可以防止 他怎么防止呢 例如你有些怀疑的时候 你就提出 无论那个怀疑是多不合理 或者是多合理 你都要提出 为免你下一次再犯 他就派了一个人 进去匯丰的董事局 就是要来专接收这方面的讯息 匯丰知道 就说 其实那时候 有一间所谓叫Skycom 是涉嫌 据问那时候是在香港注册的 对 香港注册 回钱去伊朗 但是曾几何时 他们问这个 华为为何要回钱去Skycom 那他收到的答复就是说 其实是商业上的事情 现在Skycom和华为都没有关系 只是商业上的 所以他们需要 我便交付钱给他 但是他自从被人罚了钱之后 他开始觉得这件事有问题了 所以这次 ella再有 他一个钱银瓜葛 他就立刻举报 举报 跟某政府查做了之后 原来这个董事 就是名单 是很相似的 虽然不是100 % 但是也很重叠的 就是觉得又可能是有问题了 就是有可能就不是一定的 举报去美国 美国就说 这个也就不好了 我問這個CFO 親自問他 所以當他還沒去美國 過境的時候就已經被人抓住 就是打算引導他去美國去問這件事 但好笑的地方就是 當日特朗普和習近平 去吃飯那天 聊天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他剛剛過境 所以我覺得真的 過境的時候就通知美國方面的國安部 或是國防部門的人都已經知道這件事 但是當時他不知是否 他說特朗普是不知的 亦是他當時說了給習近平知道 但是由於當時不想自然外生之也好 或是談談好的好的也好 不想又再糾纏 因為這件事太過糾結了 倒不如是時候才來 至於翌日就是180度轉變的態度 當時被人問 鄧桑的發言人都認為是不應該防惡中美前途 但是最後是說 嚴正是繼續抗議加拿大 做這些行為 然後就去美國 整件事就是有少許轉變的態度 究竟為何會轉變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但其實我也相信 當時他們在談談 特別是那些股民 就覺得是否有些好消息出來 然後股市或整個經濟會好轉一段時間 然後突然又出了這件事 給大家那些開心的心情 其實這件事 你們說有些人認為是巧合 正巧算 我就不相信有這樣的巧合 我覺得特朗普是兩手準備的 意思是一方面跟你談 談得好地的話 那就沒事了 是 但也有兩手準備 就是如果談不來 埋欄 我都可以有個人字是討價還價 但剛好算的地方就是甚麼呢 就是剛好去過境 坦白說如果他不在那天過境 即是他沒想過是今天 譬如說那天過境的話 過幾天他可能都會去過境 是 沒分別 但巧合的地方是日子 但事件他叫做過關 就抓他一直在關卡已經警戒了 好了 現在問題就是事後 為甚麼突然中國又這麼緊張呢 不知道 因為很清楚 華為的創辦人 任先生 他很清楚跟中國的高層關係不錯 他關係好的時候 當他的女兒被人拘捕了 他可能會提出一些很負面的說法 所以中國很重視 負面可能令到整個華為癱瘓 譬如他甚麼都不顧 或者我不管 以後都不要問我關於華為 那便變成了整個5G的先進程度 是補退 但正正是由於5G就是犯美國所召忌 你覺得這才是本質他要靠人的原意 因為很早前提到中興事件 我也跟你說 是呀 華為其實是另一件事 華為是比中興的出產數字大 5倍 早就已經提及了 華為說的5G是比4G快 是100倍的 兩樣加起來 華為的影響力一定比4G更大 就被人覺得很大的威脅 很大的威脅 好了 所以整件事我們覺得還未完 還未完 即是說第一 華為的事件可以發酵到 沒有人知道難以控制 我也想知道你怎樣預期 我覺得很難控制到他怎樣做事 因為為甚麼 如果譬如真的涉嫌一些所謂犯規的行為 中興也試過涉嫌犯規 特朗普出來說 給他一個機會 但是連國會也要開投票才可以 總統不可以單方面通過 涉及國安、國家安全 這個同一事件都會發酵到 可能說他有罪 但是特朗普就希望放他 就希望 為了談判方面有更加好的條件 但整體來說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是部分跌市的理由 就是升得那麼高 那些人開始擔心 即是升溫擔心 我們在下一環節繼續探討這方面 我們休息半分鐘回來再跟大家說 不要走開很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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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